大家好,歡迎收看台灣黑白講 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 還有兩位神秘的老朋友 魯溫 大家好,我是魯溫 另外我是Stanley 大家好,我是Stanley 我們坐在一起不一定是說什麼東西吃吃的 雖然大家都是在座 今次講一些正經一點的話題 其實到現在還很多人在問同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台灣做什麼生意好 其實又講一下做生意 其實我經常都分享我做生意的事情 魯溫略都提過 Stanley反而少在我們節目上講過生意的事情 應該都沒有 但Stanley其實在台中都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們今天分享一些不同生意的事情 不過在分享之前要先講一句話 因為無論我開講座也好 或者群組裡面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究竟我做什麼生意是很穩陣的 大家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這些問題就不要問了 因為我也想知道 先免責條款 做生意有殘有蝕 很穩陣的生意 我也想知道 每個人都想做 我都撞到他 有的話 我還跟你說 這個問題就真的不要再問了 因為不會回答你 沒有人會回答你 就算成哥都不會回答你 他都想知道 成哥都蝕不少 不過他在別處找回來 黎智英都賺不少 亦都蝕很多 其實所有人都一樣 做生意哪有實賺的 一定有相對的風險 這就不要再說了 既然Stanley小黎 不如這次你先說 其實你在台中 現在是做什麼生意的 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好啊 其實我的生意比較特別 我想一般如果你說 香港過來的朋友 可能都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其實是做動畫的 動畫、廣告那些 其實因為這件事 就比較專業一點 冷滿一點 所以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做 我自己其實以前都已經做開了 一直都是做開的 香港或者我在美國的時候 也是做過的 做開之後就回到香港 香港打過公益 我自己開了生意 後來開了生意之後 就再過來這邊開的 初期的時候都是做一些 我本身有的客 例如外國的客 或者香港的客 近幾年都是做大部分 八成以上都是本地的客 就是台灣客 因為其實生意轉型很正常 因為始終你本地的話 就會容易 有時溝通上 時間上會比較方便 香港市場有時候 你要開會 那些不太方便 所以就少了 最主要的很多 因為我做的性質很多 有時候可能有些電視廣告 或者現在很多的就是網絡廣告 他自己可能 他公司想放上youtube 或者怎樣 有些可能是展覽的時候 用來放給別人 拍一段CF 甚至乎有些大型的 比如光雕所謂的 光雕show 我做過在南部的萬金教堂 光雕一年一度 做過澳門大三峽 其實是台灣公司過去接了 然後做過外面的 都算很大的 也做過某些公司開一些會員大會 他們又有些show 那個類型是很多的 其實基本上 台灣客 什麼客都有 基本上 有些可能是做廠的 你自己做有產品 想賣出來的 或者有些廣告公司 他有廣告 他自己接了一些客 我們再幫他做的 拍戲的部分也交給你 拍又有 我們最主要是做後期的 拍的話 我們也有公司大家合作 因為有時候 免得牽涉太多的東西 拍的話 我們有拍 但是如果大型一點 有些可能是 甚至乎是一些 某某原始的 他們自己政府的宣傳片 這樣 我們就大家合作 這樣 政府的案件也有不少 會不會很麻煩 跟政府打交道 政府打交道 聽說也有一些技術 這樣看你政府 如果你是直接 譬如去投標那些 首先要有標書 那些一大輪 坦白說 都要有少少關係 你中不中標就是 這樣他們看價錢 會看價錢 也都要去 去表演 也都要看對手其他 是有沒有關係 如果大家都沒有關係 你的機會就高一點 因為有些 是他可能先有一間 他相熟的 因為他超過十萬的 他一定要去招標 即公開招標 一定要公開招標 他就逼著要做一個樣子出來 這些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我自己其實 我也做過有些案件 是已經合作過的 他可能他比較相信你的能力 和溝通上沒有問題 他可能先找你 接著再招標大家 看看外面有些什麼 其實他可能比較異熟是你的 這些很難說的 這些都不是說關係不關係 也都不牽涉到貪污的問題 只不過是他比較相信 到時如果你三個都 他沒有合作過 可能他純粹在 偏向看價錢 有時候 因為他們是以最低標出的 但其實大家都看著標書 那個價錢 譬如50萬 或者200萬 不知多少 大家可能都要少少 又要看你的表演 這樣是比較麻煩的 之後再做 就有些官僚上面的東西 他們特別喜歡改改 因為可能太多層的東西 太多層 他喜歡看了之後改 看了之後改 這些是我們行內沒有辦法的 這些是看誰的客人 有時候有些客人 就算他不是預算多的 你說到明說你的預算很緊 基本上沒有什麼改用的空間 他都喜歡改的 有些是這樣的 有些可能他的預算很鬆 但是他時間上面很緊 我一定要那天 我們有個表演一定要出的 那他可能 都沒有辦法了 改動沒有什麼的 那就可能好 很快就過了 所以什麼客人都有 聽聞好像跟政府的招標 都幾黑暗 有時候 就是剛才我講的 那些 就是這些 我就不建議 如果有些香港朋友移民過來 你香港朋友可能 接觸這些 真的小心一點 因為他 我都聽不少出事 其實很多 他一定要有 感受一下你那個 關係 關係 背景 因為 我那些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算是服務的 我們那個產品不是一個實體的 有些都有實體的 有些可能你做的事要出一些DVD 那一層已經算最簡單 那些DVD的實體 其他那些 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有實體的 可能跟其他公司合作 他可能一個廣告公司去接了 我們就不會直接去 因為有些可能牽涉到又要印東西 又有請某某名人去幫傳 代言那些 那些一般來說是一個 他所謂的媒體公司 他全包你做的 我們就隔一層 我們只是幫他做片那一段 那就會好一點 這些就好一點 因為風險不是我們直接去做 如果我們自己要投的 我們要看那個案件 你可不可以承受到 包整個案件做的 對於我們的案件來說 我們只是服務上的 可能給你一件片 這個風險已經是 對政府和政府接著來說 這個是最低的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我是不是都給了一條片 你滿意是你另一回事 我是有給你嗎 可能有法律上 或者其他那些風險就少了 因為之前新聞經常都報導 很多遺標 幾間那些 其實都串通了 輪流去投標 這次你得 下次他得 我們也經常見過 有些對手是這樣的 這個香港也很多 可能是另外對手 因為他至少有些標 會說一定要有三間去做 三間去投的 你很明顯是一去到那時候 就發現明明可能 那時候只有兩間 之前說可能會留標 突然之間會多了一間 而那間中了 最奇怪的就是 而那間可能是 你知道同一日 可能是你提出 可能是提出15分鐘 他可能三分鐘就出來了 為什麼呢 就會有些這樣的原因 想不明白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些我覺得 其實我又想說一些 因為有些朋友 都會經常訊息我 譬如說 最近好像有一位是這麼說的 他說他們來辦公關公司 類似廣告公司的類型 我已經來了幾個月 或者半年 到現在都未找到生意 沒有生意 這個很正常 那怎麼辦 這件事我香港也開過公司 其實真的 你如果就這樣開 就算你有關係 你認識過某些導演 或者什麼 他都未必有什麼 彈到給你去做 因為他都有其他公司 已經合作開了 未必輪到你 做任何行業 我想就算你開餐廳 你搜不到 你搜不到頭那一陣 你基本上就輸硬了 你一定預料要搜頭那一陣 如果你做什麼生意 我可以說 你真的打算做生意 如果你是投資移民 我想阿傑大也有很多經驗 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Stanley剛才分享 他本身手上已經有一些舊客 然後再來台灣去開公司 反而是順利很多 我本身那時候過來 已經想著我起碼有客 我在這裡 我一個客都沒有 沒有所謂 我起碼可以先圍堵 我基本上是幾年之後才接本地客 我不是一來的 是摸清楚底 還有我有這樣的實力 我知道我看了市面上 做不到我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有一些外國的 是很大型的項目 他做到的 你小的根本上 這些是很容易的工作 我絕對可以處理到 我是可以這樣跟別人說 看看我做這件事 都是慢慢開始做的 我第一個案件其實是做故宮的 台灣 雖然後來就有些合作上了 就是有個差異了 就是我以外國合作的 跟原來台灣政府故宮是這麼麻煩的 不好做我也不知道 第一個馬上學 上學 不至於出事 原來是這樣的 最後就有不同了 第二個案件就是 回到本地的公司 本地的一些國際 私人企業的那些 對 私人企業的那些 對 私人企業又不同的 所以這幾年 真的完全 什麼客戶基本上都見過的 所以這樣說 譬如我假設你在香港 投資移民 香港你做開這一行 我打算來 一隻身走來台灣 開一間新的公司 而你本身也沒有客 去跟著你美的話 你都很頭痛 是嗎 你要看你自己的本錢 你不是做那一行的話 你亦都沒有這樣的底 就算你有這樣的底 你打算過來 不是那麼簡單 就算你在香港 手一一指 過到來 你真的要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你沒有人物沒有成 你怎樣去做呢 有時候很難的 好像我的客人 台灣客人 都是 有時候你看他兩三年 都沒有單 突然之間就有一單 突然間才來的 所以這兩三年 你怎麼過呢 一個客人都沒有 你怎麼定 但我手上很多客人 跟他談了兩三年 都沒有下單 的確是這樣 你那行更加 我以前做吹鼎 都是的 要磨幾年的 後來我發現什麼原因 其實原來台灣 很多做生意的客人 其實很多是講情份 很多事情 他本身跟原來那間 那些客人 交易正在做的 他不可能即時轉給你做 剛才我都講過 他不可能即時轉給你做 就算他都認識你 他知道你的東西都不差 但問題是 我本身做開 除非他出事 或者那邊是沒有空接到的 這些例子就可以 要不然做開做熟的 那些 你突然想插席去做 是很難的 那要真的慢慢套交情 兩三年 這樣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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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他要看他 他要有這樣的信心 不是說你做一做 然後會不見了 是 因為你剛剛來做 就算我知道 你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怎樣 如果我給了你這件事的話 你做一做不行的 他風險很大的 這件事 做得好地地 做得好地地 就算不是做得好地地 他可能寧願找另一間 可能已經在這裏 即做了好幾年 是比較有信譽 是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來做生意 你這些都要考慮 因為你 如果你這些所謂服務行業 即打算開公關 或者廣告 或者之類的 跟你三人不識差 那無故都會給你這些工作 不要想著做這些公司省錢 公關公司花多少成本 掛招牌就是了 但能不能做到生意 一定是一回事 當然 做餐廳 其實有另一個話題 做餐廳 其實是最簡單的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但也可能是最難做的 但是最難做的 因為太多競爭對手 餐廳是最簡單的 一樣 你要投資成本 時間 可以賺很多錢 一下子就百多 每樣東西有好處 公關公司那些 當然是成本低 而且他每天有成本 因為你要入貨 燈油火納那些 你的料要錢 沒有人吃你也要備料 又會壞 我開間賣時裝店 賣玩具 或什麼 入了一批貨放在那裡 沒有人買 那你一直放在那裡 擺一年 起碼都好些 你入了菜 你多人都死了 那些貨是一樣的 其實你時裝那些 都要窄的 你放在那裡 你窄在那裡 沒有人移動 其實結局都是 都要交租 都要清掉 或者超特價賣了它 那你是不斷地入貨 其實你才有機會去賣到東西 剛才我講的那些 也是跟我講的 成本最低 掛牌 入滿意 但是就 其實更難賺生意 但是維持很難 競爭對手 你賺一單生意都難 說真的 一年之內 我講的是你第一年 你剛才Stanley也講 如果他不是有美國那堆 他自己就這樣離開 都幾年之後才有生意 我的問題是 我也做了十幾年 你才自己在香港開 香港開還要做了幾年 其他客人才敢 在台灣 是 慢慢試試了 第一時間都交了學費 所以真的不想像這麼簡單 台灣隨便開一間小店 應該有些生意 香港什麼公關公司 應該排隊來吧 生意 這麼簡單嗎 個個都發 這裡做生意的 這裡的客人不是蠢才 這個問題是 他也是做了很多年 這裡做生意的人更加多 相對地 真的 除了做生意 就算我 現在大家認識我 可能都是因為講波 我現在在電視台 很多電視台都講過波 我都差不多求了人一年 快 如果一年 快 如果我是投資移民 一年時間 你這件生意是比較獨特的 是沒有什麼競爭 但是如果你開餐廳 你走出去 到處都是 人家的規模又大過你 餐又好吃過你 食物可能是地道 經驗又多過你 環境又正過你 真是難頂的 入貨也比你便宜 有可能的 他有時連鎖 是呀 入貨 入一批 你入了一點點 一定輸給人 不過這個也是個好處 相對來說 生意很難做 又要套交情 還有跟客人要磨很久 因為他有些人情在 不能即時剪掉其他人 但是相對來說 我好處就是說 你如果做到進去 做到進去就好很多 你就放心了 有時間做了 他不會這麼容易踢走你 我自己覺得就是台灣 如果就算開餐廳 或者其他企業上面 你做到過兩年的話 會執的機會會低很多 兩年都未必可以 低很多 我想是 機率低一點的意思 因為基本上 譬如如果餐廳的話 我基本上 看到都是一年內 執的非常多 非常多 一年內有些可能 租貴一點的可能半年 因為受不了 題外話 有沒有發覺 台中 尤其是港式餐廳 執得更快 台中是 因為我自己 都有親戚是做飲食的 他就是台中人 但是他是南部做的 在台南做的 他就說 基本上全行都知道 做飲食的 台中市競爭是全台灣最大的 一級戰區 一級的真是 又要便宜又要好 地方又要大又要闊落 地方又要大又要闊落 地方大裝修也貴 拿氣派 買些東西又要便宜 那會很慘 你吃過 譬如你吃過那些 很喜歡現在日式的炸豬扒 那些定食 台北是可以做到三百多元 三百多起跳 台中是要二百多起跳 差不多差了一百元 台北還要沒有飲 沒有飲食 台北是沒有飲食 現在有些百多的 如果你說 現在復聖庭那些 還有復聖庭那些是全國連鎖 那些百多的 很慘 簡單來說 例如高雄台南那些 就蕭條 台中就有那麼多麻煩 那些蕭條又不同 台北成本高 台南高雄那些真的沒有客人 那些人口漏失 根本消費又消費不起 都是那句 做浪費的事 不過結論就是 你打算一年做生意 不要想得那麼簡單 一年就可以賺到錢 你要給時間 你做三五年可以的 要認真做 真的做生意 如果投資移民的話 你打算一年課仔的話 你的預算就是投資移民 你不投資 你不能移民 你投資 即是說你虧了一筆 重點在哪裏 重點在哪裏 如果你是本身有一技之長的 你在香港做開的 都要想清楚你過來 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如果你是又去開餐廳的話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開餐廳 大家參考一下 兩位在台中都做得很成功 找到食 我都叫找到食 我肯定留給他們 但我的倒閉經驗都很豐富 其實失敗論也很多人聽 下次再談 OK 拜拜